跟大家再扯两句 我看一个特别好玩的文件 就是沈阳要招80国企要招82个人 就是干嘛呢 是要把档案信息化 档案信息化就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原来的都是指质档案 然后不便于检索 你要给他录入进去 我不知道您各位看过没看过自己档案 我看过一次 我是离开首缸的时候 然后回去取档案去 正好管档案那哥们是我一大哥 然后我说我操我他妈没见过 自己档案长啥样 然后说就赶紧你给我看 你趁着没封着 有什么关系呢 八级弄出来了 我还以为是我的 当然年轻也没多少事 最多有两回打架 也不够记住档案的那种程度上 就是一拿着一看 也就是这么回事 大概也就是很薄的一个 很薄的一个那个档案袋 牛皮纸袋 然后那会儿那个照片我当时都惊了 因为我隔了好几年才 哎呦得隔了真的有些年头才去过去拿这档案子 然后看上自己当年年轻时候拍那照片 那个时候还行 我觉得我那会儿还是我颜值巅峰 那个长发披肩 我开玩笑的 这个那会儿玩乐队还玩过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真的 我当年也有文艺青年的时候 每一个流氓都是曾经的情圣 但是这个就不重要了啊 就是说那一看 我我可能唯一的一张那个长发披肩的照片 大概就是在那个还留着的啊 应该呢就在那个我现在沉睡在某地的档案袋里 那留着这个 那把这些东西呢整个给它录入到系统当中呢 是当然是为了好查询好管理嘛 这没问题 然后就发现这个招聘 这个这沈阳这会儿的招聘呢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说本人有海外留学经历 或有出国务工经历 以及说是这个 有两代之内的直系亲属定居海外的 包括港澳台啊 包括港澳台 这我必须得说一句啊 包括港澳台这句话 说真的 这什么叫分裂国家啊 什么叫台 什么叫台独啊 这个港独啊 这个什么人 就他们这帮人 对吧 这把那都当都当海外领了 您知道这怎么弄啊 就是哎 都不行 你就没有资格资格报考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大家肯定觉得特别好玩 说在你看 原来出国留学啊 是一种镀金呢 对吧 哎 你等于是 你虽然是现在这个 原来呢 镀的是那个24K纯金 比如说我们当年呢 肯定是说镀的24K纯金 对吧 哎 说不定呢 还能在那个熔炼到其中一点 小金 小金的小金粒 那现在呢 就等于是那个 大概也就算14K吧 14K的那个黄金镀一下 可能镀玫瑰金 算了 这个我也不太懂 就不说了 这也不重要 那你等于是现在的镀金量呢 本身就已经不但薄 而且呢 是这个 呃 我们那会儿可能应该算包金 对 我想起来了 那我们那会儿可能算包金 那现在这一块呢 大概只能叫镀金 而且镀的是14K 那然后你这个镀完以后呢 回来一看发现 哎 这个不让你考试了 不让你进入这个体制之内了 尤其您在东北啊 对吧 您尤其是东北啊 山东啊 这些地方 那那个红色含量是多多重的地儿啊 就是你说你自己年正年入百万 在私企工作 这个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不务正业 你年入五万 然后这工作就大概是综合收入在四千到五千吗 您年入五到六万 但是你在这个国企工作 我这牛逼 这是个正 这是个正经差事 那大概是这么样的地方 如果呢 您是因为这个曾经出国度过金 然后或者是哪怕是出国误过功 哎 或者是家人那个在国外定居的话 那你居然失去了这么宝贵的机会 这个真的是蛮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那有人就会说说这有什么可说的 难道不是不是应该的吗 在档案这个领域那肯定不能够让这个敌对势力啊 进行这个渗透啊 对吧 你只要是说你在国外受过训 你就有可能是这个行走的五十万 对吧 行走五十万是那个间谍 那个说国内抓间谍抓一个人呢 能抓到了 如果是确认的能奖励五十万 所以这是个梗 那草子他妈得解释梗 那这个行走的五十万 哎 你就有这个嫌疑 对吧 这个档案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那不能够让你们有这种 有任何的行走的五十万 有任何的机会 当然了 话呢 你可以这么说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因为呢 等于是从这个开始 你在很多的领域 你将来都会发现 那 在国外 在国外 你读完书 如果说你不能够留下 再往回走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会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趋势不会是因为这个岗位设密 他才会有这种规定 以后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在体制内的工作 原本在国外 你是镀进回来的 但是是个优势 到现在 有可能不再 再往后几年 有可能不再是优势了 很有可能 倒是你作为 你想进体制里的一道障碍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呀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长久以来的中共建政以后 一种思维模式 只不过呢 是前些年呀 算是中国政治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 甭管是什么吧 它是一个旁裔协出的一个几十年 那个时代呢 是愿意去学习一些东西的 愿意呢 让这些人呢 回来来进行这个工作 崇洋没外也好 怎么着怎么着也好 他让他过来工作 但是呢 很有可能 中国又要重回正轨 离开中华之正统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回到正轨是什么 回到正轨 就是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哪怕是你去到国外 你去那个受过几天这个训 你也等于是呢 被污染了 你就被污染了 就像是说 您比如说当年这个谁 你初始这个大漠 是吧 然后被扣着苏武吗 苏武牧羊吗 是吧 你初始被扣着 你也习惯于这个吃这个叫什么 吃肉啊 吃这肉啊 喝这个落浆吧 应该那就是说那个奶 奶 奶酪之类的东西 那形成了习惯了 你再回来 人们会把你当作一个中国人看 但是呢 你就是已经不再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了 你被污染了 你的这个 你睡过了这个 睡过了大漠的女人 对吧 你呢 喝过那边的奶酪 然后呢 你就 奶 那叫什么来着 落浆啊 应该是就是一种奶制品吧 酸奶吧 应该叫酸奶 然后你饮食习惯有一些改变了 你已经就不够蠢正了 这个是 这个是中国 中国我党见证以来 在头些年 一直遵循的东西 你们比如说像那个 呃 在国外读过书的啊 在文革的时候 你回 你一腔热血回来去报国 对吧 他不是说在49年时候留下的 是在49年之后有好多人 自己飞回来自投罗网的 然后夸记 死了多少 是吧 比如像什么肃星北啊 他们这些人 然后呢 像钱学森他们 得了很高的这个呃 待遇 但是他一生都被这个监控着 这可能各位不知道吧 哎 就是那些从就给所谓的两单一星啊 做了极大贡献的这些 从海外归来的这个科学家 他们一生都被我党监控着 一直监控到死 没你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自己人 你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把你学会的这些知识 拿过来去造这个核弹也好啊 造卫星也罢啊 OK你干这个活儿 那你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你另外一个作用是作为这个排位 在这摆着 说你就可你证明我们对这个海外归来的这些人是有政策的 有对他们是重视的 但是你始终不会是自己人 你理解这件事吗 所以呢 今天他们用这种模式来招聘 很有可能 以后这还是下个文 以后可能就不下这个文 你再进到体制之内 你如果说你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度完金 然后再回国进入到体制 拿到一个铁饭碗 咱先不说这性价比高不高啊 因为你在国外那个 你怎么也得花不少钱才能够读完这个学位 对吧 那你这花这么多钱 回来以后体制内的这个工作 大家也知道 除非您老人家能够爬得很高 并且呢 收入一些 就收一些不太好的钱 否则的话 你是你几乎是收不回成本的 那甭管这性价比如何 你甚至于都进不到这个体制 体制之内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只要 他始终会认为 你算是阶级异己分子 你是你是那个收听过敌台的 对吧 你看你就像是在美国你上学 你不是天天看CNNBBC吗 对吧 你看这些这个这个东西 你被洗过 你被资本主义这帮人糖衣炮弹给打过了 对吧 你没有把糖衣包下去 然后把炮弹拽回去 你还是被打过了 你糖衣吃下去 也会给你进行一个基因污染 所以你即使是能进入 将来在这个官僚体系当中 很有可能在以后再进入 原来还好 原来还好 但是在以后来进入当中 你是受限的 你进入了以后也会受限 只有本土培养出来的 根红苗正的 从来没出去过的土鳖 它可以 但是你不行了 所以你现在来讲 你再有任何人说 就是王下这些年龄 我个人估计一定会这种情况会不断的出现 然后呢 你如果你们再想着说 出国以后 我学完这种专业 再回国报效祖国 进入体制内报效祖国 我建议各位啊 无论是从性价比 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说 就别想了 真的 你如果再有这种类似于文革的这种东西出现 你以为那个被他妈撅着做喷气事 或者让你去扫大街的 就不会是你吗 对吧 你想想看 那从国外回来以后 得了这个 这没太受冲击的 一共能有几个人 不就是那几个人吗 而且是在关键岗位上 那些其他人呢 他们得到什么了 最后死的有多少 对吧 所以这个是必然的命运 各位啊 你们要是说有孩子 然后在国外在读书的话 或者是有您本身在国外 然后您孩子仰慕中华文化 对于祖先的那个辉煌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想回国的话 我建议一件事啊 用各种方法打消这个念头 别傻逼到这个程度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诸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